棋友们大家好,我是非著名不专业解说四郎 今天这局呢是棋友月龙门为四郎推荐的一盘棋 出自1987年风华杯大师赛 红方是特级大师于佑华,绰号拼命三郎 黑方是特级大师李来群,绰号志多星 这盘棋相当的精彩,直接把四郎给惊呆了 那废话不多说,咱们直接开讲,请看棋盘 开局拼命三郎驾中炮,志多星上马 红方上马,黑方出狙 红方没有出狙,他选择挺齐兵 那黑方一看,红方没有出狙,他平炮 那红方上马,黑方齐足 红方起横狙,黑方进狙到齐河 准备平来吃兵 那红方飞边向保住 这时候黑方捕离手势,红方选择平狙站类 那黑方跳边马,红方进巡河炮打狙 黑方进了一步,红方再推炮,保住这个兵 那黑方再回来 这时候红方冲兵踩狙 这里黑方没有吃这个兵,他可能吃完以后这个狙在险地 他就退了一步 他希望红方拱过来,再平狙杀掉 那红方没有拱,他冲中兵 那黑方过足,红方越马盘头,又踩这个小足 黑方平足一躲,红方进狙到下射线 随时找机会要平炮打向 那黑方先不着急打狙,先补一手啊 这时候红方退炮,准备平炮打向 黑方先打狙 那红方先不管,先打向 门宫肯定是先手啊 这里黑方肯定不敢上忙 不然红方重炮打向 他有向无非,他还得出将或者动势 而且黑方这个骑他只能落势,不能出将 不然狙丢了 这样子我肯定不行 当时红方平炮一打向 黑方选择回马,保住底下 那现在红方重炮也没用啊 人家底下有根呢 而且这里打着狙呢 红方先把狙逃开 这里抓着中足 黑方进炮再保住 红方出狙捉炮 黑方出狙保炮 那这里于特达还是进狙卡住啊 那黑方还是打狙 那红方把狙退到徐河 那这时候黑方呢也开始反击了 他平炮打底下 红方飞边向 黑方呢在平炮对狙 红方把狙一吃 黑方一踩 那现在又轮到红方走了 红方一看从底下攻不下来 那就从中路进攻嘛 先冲中兵 那黑方一拱 红方来个雷攻炮 准备打中足 那黑方一看 反正这个中足也保不住了 来吧对攻嘛 因为红方这个造型是双飞燕 黑方进炮打双向 那红方先把中足敲了 黑方平炮打向 打完以后 俊阳问一下红方你管不管 你要是不管把另外一个向也打掉 那红方进炮要对 这时候黑方也没有说下底一僵 没什么用 红方补个式即可 这一个底炮在这待着也没什么攻势 这个局够不来 当时呢 黑方简单的把这个中炮打了 红方翻回来 那黑方一看暂时没事 先跳马 那红方呢 进鞠 先给马盯住 下一招还要平炮打一串 那黑方一看这不行 赶快冲足 防止红方平炮 那红方先平鞠 给马顶住 而且捉炮 这里黑方要是随手平炮的话 红方还有上马踩马的棋 那这个马还得逃 所以说黑方呢 他就直接逃马了 给这个炮升根 而且下一招还要对鞠 那红方先平鞠过来 你要是对鞠呢 他就抓死马 那这样一来 黑方就不敢对了 他先平炮 给鞠挡住 接下来红方上马 这一跳马不要紧 现在黑方这个视角炮 可就没跟了 红方下一招可要砍炮了 这里黑方呢 可以选择平鞠压马 但是他这里呢 选择一招鞠八平四 哎 这是个先弃后取的战术 如果红方吃炮 黑方就近鞠抓刷 那由于红方这个鞠还在险地 他只能逃炮 那黑方再给马一吃 哎 是这么个套路 那当黑方平鞠以后呢 红方并没有吃炮 他先补一手试 下一招再吃 那黑方先出将 红方平鞠杀鞭足 这里捉着马呢 黑方上马踩鞠 红方平鞠再捉 这时候黑方平过来对鞠了 红方不对啊 平过来照一将 这里黑方选择一个称式挡住 那红方上马连环 黑方再补一手试 那红方上马准备采炮 采掉以后红方能多吃一个试啊 那黑方思索了半天 他也上马 那红方现在不能踩炮 不然鞠丢了 那红方如果先把这个马踩掉 黑方一吃 红方再踩炮 黑方可以用鞠来吃啊 这样走只是个交换而已 那当时黑方上马 这时候呢 他走出一招马五进六 那这就是拼命三郎 在布置一个非常毒辣的陷阱 接下来黑方进鞠抓炮 红方这个炮没跟呢 他平开 黑方再平鞠捉马 哎我们乍一看啊 红方这个马一动鞠就要丢 那这不坏菜了吗 哎这就是个飞刀 他故意迈出一个破绽 紧接着红方直接踩炮弃鞠 这里黑方顽强的走法呢 他可以先弃鞠砍炮 那红方又可以多杀一个事 黑方一吃 红方再把鞠吃掉 这骑双方都没什么问题 但是呢 当时里特大没有这样走 他直接就把这鞠踩了 紧接着红方打马一将 黑方老将不能动 他只有电马 哎这个骑 感觉黑方没什么问题啊 我们往下看 那就在此刻 拼命三郎 惊天妙手 零空现炮 那这招棋可是妙手 黑方不能吃炮 红方上马就绝杀了 那这个棋 黑方老将不能动 他只有跳马 紧接着红方现马 一张毕竟 一张毕命 刑期至此 黑方推平任父 因为黑方 无论是采马 还是上将 红方都是平炮绝伤 这种杀招 真是非常的少见 好了 企团们 觉得精彩的 你倒是帮四郎 点个赞呢 关注四郎 下期视频 更加精彩